今天追踪第一线,我们现场请到的是金库资本管理合伙人丁雪文 雪文你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们来请教财经讯息 看到联准会主席鲍尔在全球央行年会中说 调整货币政策的时候到了 鲍尔也说劳动市场已经远离了过热的情况 通膨也接近了联准会的2%目标 所以现在大家很想知道的是 到底会降息一码还是两码呢 那全球经济的变化真的可以得到一定的稳定预测吗 雪文怎么看 对,我想8月23号在杰克森后全球央行年会 鲍尔在开场白的演讲 其实说的就非常的直接 也让最后的靴子从中掉了下来 确实其实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 其实整个市场充满了矛盾的信号 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大家其实记忆应该还很游心 8月初的股灾 然后大杀了一个礼拜之后 没想到两个礼拜之后又逐渐回谈 另外其实我们也看到 经济数据明明这样的糟糕 你譬如说就业市场的失业率跳到了4.3% 可是美国的零售数据表现又非常的好 所以很多人其实就觉得 现在这个市场各种的讯息交叉而且矛盾 这也搞得所谓鲍尔 在过去一段时间 他在降息这件事情上面 摇摇摆摆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那事实上大家如果回头看 其实整个全球市场 以央行为主导的升息 迄今超过了一年半 从2023年的3月开始 尤其重要的是在过去6个月 其实美国联准会已经连续8次 维持利率不变 这代表说其实全球的央行 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不知道要怎么去辨别 现在全球非常混乱的财经状况 事实上其实这一波 所谓的升息周期 就是过去一年半 全球央行的升息周期过程里面 我们如果认真回头去看 其实各国的央行 确实多少也犯了一些错误 所以现在的重点就是说 在降息周期9月份以后 即将来临之后 其实我们也希望 包括联准会跟全球央行 在整个过程里面 能够申取一些教训 让再过来的全球经济 能够好一点点 现在如果回头认真来看 美国经济或者是全球经济 我们可以说值得庆幸的是 应该不是一个大衰退的来临 可是通货膨胀放慢 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美国经济有可能会 以比较缓慢的方式 逐渐降温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降息就在所难免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到底是要降一码还是两码 其实不管联准会 或全球央行都很困难 你如果降息太多 会不会通货膨胀又开始反扑 那通货膨胀来之后 你是不是又要回头开始升息 可是如果降息太多 会不会又造成呢 降息太多造成通货膨胀回来 可是降息太少 会不会又造成说 这个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来临 那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 长期公债值率已经开始往下走 所以我想在降息周期来临之后 全球央行包括联准会 应该有几个事情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就是说 我其实说过很多次 其实利率调整 其实会有一个致延性 所以在过去的一年半 其实全世界面临的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状况 就是在货币政策紧缩 可是财政政策 却是极度宽松的情况之下 走完了这一年半 那造成很多人轻忽了 所谓利率升息的一个滞后性 那事实上如果你去看 美国很多的数据 包括一般家庭的贷款的还款率 包括信用卡的未还款的利率 都创了新高 代表说其实高利率的效应 还没有完全结束 那另外第二个就是 大家都非常清楚 现在这个世界 是前所未有的混乱 所以曾经很多经济学家 相信的菲利普曲线 就是说当通货膨胀放慢的时候 应该伴随高失业率 也没有发生 最主要因素就是 现在全世界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那当然有人会说 美国的失业率 之所以表示相对来低 是因为有新移民 或者是一些所谓不停 不这个刺激政策的发放 那不管怎么样都在告诉我们 现在这个世界的不确定因素 是前所未有的多 最后一点就是央行 或者联组会主席 这个跟市场沟通的能力 也要加强 也就是说过去很多的市场 会针对某一个数据要出台 就会像惊弓之鸟一样 可是事实上 鲍尔也一再强调 他们要看的是全面性的数据 所以在未来 其实很多的数据交叉反应的过程里面 其实可能央行就要扮演好 一个很重要的breach 跟市场做好一定的沟通 市场的股市或者金融市场 才不会像惊弓之鸟一样 跌宕起伏 让很多的投资者受伤惨重 总而言之 我想现阶段虽然9月份的降息周期 已经非常明确会来临 不过大家也知道 今年的下半年 尤其伴随着选举 还没有完全结束 美国大选 所以全世界还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不过经济放慢 应该是看起来是已经明确了 所以大家其实不管是在投资 或者在企业的经营 或在各方面上 还是要多提高一些谨慎的心理 好投资有风险 当然就是要相当于要非常谨慎 不过我们要看到辉达在8月底 也发布了财报 这营收达到了300.4亿美元 那连增率是高达了122% 超过了市场预期的287亿美元 但是因为没有达到最高的预期 所以股价居然在盘后 是下跌了8% 所以我们要继续请教学问 像是这样的辉达 跌宕起伏的状况 是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启示 那有没有一些可以观察的重点 需要注意的 对啊 这个NVIDIA其实是台湾的好朋友 那也不过是半年前 台北电脑展 我想大家都还记得 整个台湾呢 其实沉浸在一个非常欢乐的气息之中 没想到呢 再过来的几个月 就发生了这么一个 这个上冲下行 跌宕起伏的一个情况 那这一次 平良心说 8月底的NVIDIA的财报 我们必须要说 它表现还是很好的 就像该主持人说到的 不管是营收增长率都创得新高 可是非常特别 为什么只是它没有达到 所有人认为的最美丽 最漂亮的业绩 就在盘后被吓杀了8% 我想基本上呢 其实我在节目中也谈过 在8月初的股灾 基本上是一个多杀多 什么叫多杀多 就是几乎所有人都在 非常得意洋洋过程里面 都上了 不管你是半导体 磁服器或NVIDIA的股票 就是你去买它了 当大家都有它的股票之后 当任何的风吹草动 就可能造成很多人急着下车 就像各位如果去坐捷运 下车的时候 如果大家说 里面有炸单 所有人都会急着往门口跑 那当然就会变成多杀多一个情况 不过这件事情 我觉得倒不见得是一个坏事 这代表说整个市场 包括人工智慧的使用者 包括投资人工智慧的投资者 都开始变得比较实际 就开始认真回头去看 人工智慧的时代是真的来临了吗 还是只是虚晃一招 其实有很多的东西 还没有真正得到证实 我想基本上 大家如果印象深刻 不过是在一年半前 2023年的6月 当时美国的科技有几个大佬 包括Elon Musk 曾经呼吁 就人工智慧有存在的风险 应该把它暂停6个月 因为他们觉得对于全世界未来 尤其人类会有一些危险存在 接着在去年6月英国曾经举办过一个 人工智慧全球的安全高峰会 里面也呼吁 其实人工智慧未来会有很多 所谓我们现在看不到的潜在的风险 可是这个所谓的存在风险 现在好像看起来风向又变了 这也是这一波为什么 NVIDIA这个叫预政乏力的一个因素 那这种我们把它叫做采用风险 就是很多人开始怀疑 其实人工智慧到底是不是在商业应用上 真的能够帮企业或者是所谓的output 生产力提高很大的注意 那事实上在这一波所谓的采用风险里面 刚好在前阵子 美国做了一个人口普查 结果很惊讶的发现 其实全美国只有5%的企业 真的明确的开始采用人工智慧 来增加他们的一个生产力 或者是整个营运的绩效 所以代表说其实到现在为止 杀手级的应用一直没有出现 那这种大家对于采用风险的存在 就造成很多人对人工智慧的未来 到底还是不是这么sexy 有很大的一个担心 不过事实上其实大家仔细去看 人工智慧现阶段很多人的关心 是因为前阵子 很多公司的营收绩效很漂亮 尤其台湾的科技产业 持服性相关的 主要是他们的资本支出增加的非常大 可是现在很多人就担心说 这么多的一些资本支出 都寄望在NVIDIA身上 其实会不会有一定的风险 就像过去其实台湾的台积电 成为半导体的护国神山之后 很多人也担心所谓的Foundry 都集中在台湾的台积电身上 是不是需要做适当的分散风险 那在这样情况之下 当然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那资本支出会不会因为 NVIDIA的晶片出厂 或者是粮率没有预期这么高 然后对于资本支出会乍然而停 这是第一个大家担心的风险 那第二个当就是说应用 就是说你怎么去帮很多的企业赚钱 因为现阶段资本支出很多 可是代表需求还没有完全的出来 如果大家开始觉得人工智慧 它其实成本过高 不愿意继续去采用 你譬如说现在 其实你如果去参与Chart GPT 你的付费比Google的搜索 是高了七倍 所以很多人担心需求也会减少 那需求减少的话 资本支出可能就会真的 跟着被cut掉 所以这两个风险造成8月初的股灾 还有很多人现在对NVIDIA的一个担心 不过其实最近在台湾 有很多人在说所谓的数位双生 可能很多人听过Double Twins 我觉得智慧制造比较有可能 很快能落实 因为所谓的智慧制造 其实在最近很多的大型企业 尤其台湾的科技企业 已经开始纷纷采用 确实在少子化老龄化的过程里面 可以帮很多的制造业 顺利的华丽转生 所以在现阶段情况之下 我觉得它应该不会像23年前 互联网一样 就是说泡沫泡一下之后 因为没有应用 所以经过很大的一个消沉 我觉得人工智慧也好 数位双生也好 甚至过去我们曾经说过的元宇宙 这些其实慢慢都开始在显现 很多的APP 据报道 其实像中国已经有很多的 人工智慧的相关应用 已经在出现 美国我相信也正在急起直追 包括几大科技公司 也在想方设法 能够推出应用 所以现阶段我觉得是进入 人工智慧的深水区 就大家开始比较重视基本面 比较重视它实际 是不是能够推出 杀手机的应用 我想在未来的两三年 这个可能是我们要观察 人工智慧 除了资本支出之外 真正要开始观察需求 跟应用层面 能不能落实的一个关键点 不过我们看到已经进入到2024的下半年了 持续也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像是乌俄战争 中东动荡等等 还有非洲 苏丹的这边也爆发了内战 非洲大陆其实距离台湾还算蛮远的 但是地缘政治跟战争 似乎也牵动的整个是全球的局势 所以我们要继续请教学文 我们应该怎么看 这个非洲现在的震惊状况呢 对啊 震惊震惊 我想震惊是2024年 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除了今年是一个选举年之外 地缘政治看起来 都不肯让我们好好能够休息一下 你譬如说俄乌战争 看起来乌克兰下打进了俄罗斯 俄罗斯又开始反击 然后中东看起来 以色列跟哈萨走廊之间的冲突 也没有停歇 那事实上有在关系 国际群世的人肯定知道 最近苏丹内战 在过去50天越演越烈 联合国甚至把它定位为 人类可能有史以来 最大的人道危机 因为其实除了已经有 1000多万人过死亡之外 其实这个战争跟饥荒 越来越严重 我想在2024年 其实我们刚才前面谈了几个 还算好的消息 包括要开始进入降息 包括人工智慧 其实还是创了新高 可是今年最大的一个 黑天鹅或者灰犀牛 其实就是地缘政治的紧张 我们看到过去其实俄乌战争 如果说它主要发生在欧洲 代表过去一两年 欧洲经济之所以这么好 主要就是因为俄乌战争 影响了欧洲的整个经济发展 尤其德国受伤最重 中东情势就不要讲了 以色列看起来现在好不让步 美国也不肯做稍微的松手 而更没有想到的是 很多人本来因为少子化 老龄化寄予众望的非洲 在这次苏丹内战之后 也把旁边的七个国家 全部扯了进去 所以我想地缘政治紧张 其实是最难去预测的一个因素 因为我刚才前面提到 本来其实全世界 因为少子化老龄化 经济开始有一些阴影 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 相对年轻人口比较大的 包括印度跟非洲 印度我们就不要讲了 前阵子其实经济一计绝成 在全世界表现最好 另外很多人期待的就是非洲 因为非洲大概有15亿的人口 54个国家 事实上很多人预计 到2030年的时候 全世界劳动人口一半以上 大概都在非洲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 它是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挖地 可是很不幸的是 其实本来在经济学上有个理论 就是说如果人口增长率 能够维持在2%以上 GDP经济增长 应该就能达到6% 可是很不幸的 非洲这么多的国家 在过去三年只有三个国家 它的经济增长率是超过6% 代表其实它的表现不如预期 这么多的年轻人口 为什么它的经济增长 一直拉不起来 基本上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 当然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因为政治 如果你有去了解非洲很多的国家 它都是强人政治 可是很不幸的 这些强人政治 没有花太多的心力 在所谓的基础建设 或经济增长上面 可能花更多的心力 在所谓的维持统治权 或者是专制制度上面 所以非洲的政治体制上 一直非常的乱 也才有这一次苏黛内战 因为苏黛内战 并不是两方对战 是好多方对战 而后面有很多的代理人战争 所以非常的复杂 另外第二个就是 很多的非洲国家 刚开始经济发展的时候 它可能依靠的是一些既有的矿产 你譬如说过去有很多人 把非洲的波扎那 当作是一个非常有美好未来的国家 可是它过去一直极度依赖它的钻石 好像也没有办法摆脱 光靠钻石进行的经济增长 另外像奈及利亚的石油 或者是还有肯亚到现在 跟中国之间的债务也牵扯不清 所以第二个就是说这些国家本身的经济政策上 表现的不是太好 第三个很多人在看非洲的时候 喜欢把非洲看成以前的亚洲四角龙或中国 就是说如果能够把农业人口 顺利的转移到制造业人口 那它的经济一定会表现很好 可是很不幸的 现在全世界的制造业 其实版图在GDP的版图越来越小 所以很多的农业人口转到制造业 并不能带动整个国家的output 或经济增长的增长 那当过去几年还是有很多人看好非洲 很多人说它可能会成为所谓的移动银行 或者是互联网 甚至绿色科技的一个投资乐土 也有很多的资金进入非洲 不过一旦发生内战 或者是地缘政治紧张 其实投资者一定是先跑的 所以其实过去的所谓的 不管是因为互联网热潮 移动银行或者是科技金融 甚至绿色科技有可能在这一波苏丹内战的蔓延之下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总而言之 现阶段我想2024年 就像该主持人说到的政经这个状况 我们永远要放在考虑的第一点 然后不管是中东 不管是俄乌战争 加上现在的非洲 代表说其实现在全世界地缘政治是此起彼落 并没有停歇的一个状况 更重要的是西方阵营因为自顾不暇 也没有办法插手太多这些所谓的地缘政治紧张 加上所谓的南方国家和中国势力的崛起 我觉得未来几年地缘政治紧张 有可能是在我们头顶上面最深最深的一个黑色的乌云 所以投资者要特别注意了 今天谢谢学文 带我们分析国际的最新情势 还有财经的焦点 谢谢 谢谢